今天北约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,无疑成为了外界的焦点,然而就在北约峰会召开之际,内部似乎率先乱了,开始大打出手,彼此间互相针对,一点也没有展现出该有的团结。 不过这对普京而言,无疑是很好的消息,自俄乌冲突以来,由于匈牙利总理一直反对,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,导致匈方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,这也让许多西方国家感到相当不满。 不过近日美媒称,北约内部确实对一个成员的消极态度,提出了强烈批评,但是这个国家却不是匈牙利,而是加拿大。 据美媒报道称,由于加帮迟迟没有实现,将本国GDP的2%用于国防建设的目标,引起了美方以及其他欧洲盟友的不满,而在此次峰会中,北约可能会敦促加拿大,尽快履行相关承诺。 有6名北约国家外交官称,北约已经受够了加拿大的拖延,虽然加拿大是美方的亲密盟友,在北美防卫,向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派遣军队。 以及购买军事武器方面,与美方有着相当紧密的合作,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履行在军事开支方面的承诺。 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加拿大一直不履行承诺外,比利时也是如此,但是比利时比加拿大稍微要好点。 他们给出了计划实现相关目标的具体时间,加拿大已经让自己的这些盟友彻底看不下去了,不得不再次出手敦促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北约内部一点也不团结,成员国也没有朝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。 另一方面,北约内部的管理制度似乎也并不完善,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较大漏洞。 要不然加拿大与比利时两国长时间没有达到联盟里欧制定的标准,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。 这简直就是放任他们这样的行为,也正是由于北约缺乏相应的行动力,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。 因此现今的北约已经很难在真正意义上与俄方进行对抗,特别是在队伍援助上,也已经开始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虽然近期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称,明年将为乌方提供4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,但是这与北约此前提出的1000亿美元的多年队伍支持计划,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。 再加上随着北约成员国内部意见不一致,以及国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,无疑让北约感受到了一定压力。 所以随着加拿大在北约内部造造群殴,俄方都不用自己出手,他们就已经自己乱了。 而对乌克兰而言,还是不要继续对北约寄予希望。 这是相当不切实际的,他们中的很多成员国估计已经是自身难保了,再打下去的话,可能就要吞下战外的苦果了。 还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向外界释放信号,希望乌克兰最终能够加入顺利加入北约。 众所周知,大部分国家一直认为,北约秘书长这个角色,在一定程度上,就是美国的工具人或傀儡。 既然斯托尔滕贝格敢释放这样的信号,就意味着很可能再替美国发声。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,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过,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那一天,西方大战就会彻底爆发。 换言之,美国乃至北约这种态度,就是在向俄罗斯释放战争信号。 其实德国、法国这样重要国家也曾扬言,要出动军事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参战。 毕竟乌克兰对任何一方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,就在西方大战逐渐变得无法避免至极。 一个横跨欧亚大陆,一直被西方视作自己人的土耳其,突然公开表示,愿意加入上和组织。 要知道上和组织自从成立之后,就被北约以及欧盟视作了,不同阵营的竞争对手。 那么土耳其这种表态,必然会被西方认定为背叛的信号。 其实土耳其之所以逐渐对西方不满,也是因为实在看不过去。 西方对其他地区国家的所作所为,再加上在俄乌冲突上一直保持中立态度,导致逐渐被西方疏远。 俗话说得好,此处不留也自有留也处。 土耳其当然只能另寻出路,但是有一个问题上和组织不得不考虑。 毕竟土耳其在西方的圈子里混了很多年,而且与不少欧洲国家有着合作关系。 所以土耳其突然要加入上和组织,会不会有着不怀好意的想法。 那么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,土耳其都必须交上投名状,而且是要那种西方根本无法原谅的行为,才能够获得上和组织的信任。 土耳其敢这样破釜沉舟吗? 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向普京承诺,愿意来当平息俄乌冲突的调解人,并且会最大程度尊重。 俄罗斯开出的和谈条件,要知道普京所开出的和谈条件,说白了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求和。 换言之,土耳其这其实就是想让俄罗斯获取到最大利益。 更为重要的是,一旦土耳其帮助俄乌双方完成了和平谈判,那么西方失去了制裁俄罗斯的借口,同时也无法再用军事援助的方式去消耗俄罗斯的国力,更是会让西方的军火生意受到巨大影响。 说白了这既是在断人财路,也是让整个西方失去乌克兰这个战略缓冲地带。 这应该就是土耳其向上河组织率先交出的投名状,毕竟俄罗斯在上河组织中的影响力非常大,再加上俄罗斯又跟上河组织的领导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,也就是说只要俄罗斯能够帮土耳其作保,土耳其加入上河组织的难度并不会太大, 而且让俄乌冲突尽快平息,也符合上河组织促进地区和平的理念。 当然到时候西方肯定会给土耳其一点颜色看看,甚至不排除遭到全方位的针对。 但在这个多极化已经到来的时代,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西方霸权逐渐衰落,已经是板上钉钉,那么跟随历史洪流完成反霸权任务,才能够让自己在多极化时代分到更多的利益。 随着俄罗斯军队逐渐在俄乌战场上,取得了巨大的主动权之后,几乎让所有人都感觉到,俄乌冲突就快要结束了。 这不,匈牙利总理近日突然出现在了莫斯科,并且跟普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友好会谈。 匈牙利当下可是欧盟轮值主席国,这很有可能会被其他西方国家认为欧盟是在向俄罗斯释放友好态度, 但从欧盟内部不断谴责匈牙利的情况来看,匈牙利这次很有可能只是私下访问俄罗斯,并没有获得欧盟的授权。 但无论欧盟内部怎么辩解,一些欧盟国家不想跟俄罗斯继续对抗下去,恐怕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,这必然就会给乌克兰带去极大的心理压力。 一旦一些欧盟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那么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,恐怕就无法再通过欧盟国家运到乌克兰境内,那么最后乌军的后勤不及,必然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。 那么乌克兰自然而然就要彻底失去,抵抗俄罗斯军队的能力。 其实俄乌战争打到现在,相信乌克兰也非常明白,除非整个西方亲自下场,不然自己根本就没有战胜俄罗斯的可能性。 既然已经有欧盟国家开始向俄罗斯释放善意,那么其实也就等于乌方也有了一个台阶可以下。 根据一些外媒的说法,泽连斯基突然一赶,此前拒绝与俄罗斯和谈的态度,表示愿意采用第三国调解的模式,与俄罗斯展开谈判。 要知道如果按照俄罗斯此前所说的,仅仅只是开启和平,乌克兰就要承认乌东四周,以及克里尼亚地区归俄罗斯管理,如果还想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,那么可想而知,肯定还会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。 看来乌克兰也确实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,所以无论怎么看,普京恐怕就会是这场冲突的最大赢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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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